在河西老爹的带领下 他们终于在狮子风上找到了大片粗壮的林子 持恒北他们没有想到 在密林之中居然耸立着一座小木屋 更不知道这座小木屋里 还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凄惨故事 河西老爹 这个 这蛤蟆长了毛 不可能的事 这好像到了神话里似的 这八城是猎人住过的吗 不是 这还是我当年亲手盖的呢 老爹 这是你自本盖的 怎么着 你们不相信的 信 老爹 你可真厉害 老爹 老爹 您老人家慢着点 懂了 原地出现 老爹 你咋会在这只有黄鼠狼子 土老鹰 癞蛤蟆的地方 盖这个小屋 对啊 这是怎么回事 那是三十年前的事啊 那是为了 为了躲避一场瘟疫啊 瘟疫 是啊 阿姐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这样可不好 喝酒了 你看你喝了多少酒啊 你看你喝了多少酒啊 你还会管我喝酒吗 你还会管我喝酒呗 你还喝酒喝呗 谁管得着你 谁管得着你 别人打ởん 这好看 试着谁绣了 管不着 我求你碰上 别 我什么 你是给那个兴致的大军牌党秀的 是不是 秀真正 阿贾 要干什么 你可别胡来啊 阿贾 你出去 你再不出去我喊人了 喊 你喊吧 你放开我 轩轩 你放开我 你出去阿贾 你别扶我 你给我做什么 你出去阿贾 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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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 饵 飘 我还有吃小萌芽 你这个青菜,多人都吃药素菜,吃都拿不出来了 说什么怪话,好好吃吧 小春子呢?小春子 别喊了,你还替他操心,在催事班呢 他比你当营长的可牛多了,天天开小赵 那是,那是,那是 看我什么呀 行了,看你吃饭真有点铁道兵的价值 是吗?全门夸奖 可若,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还真有那么点意思 营长,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怎么变得这么客气啊? 你,是属什么的? 怎么着,给我介绍对象啊? 我替他说了吧,属兔子的 是属兔子 太有意思了 没想到,你说属兔子 属兔子怎么了? 属兔子都问神多可爱了 你猜一下,属兔子 那你说我应该属什么呀? 属兵,属狼 我就这么面不正凉 这么说你自我感觉还一直挺良好 说起兔子了,让我想起一件事 有一年,过年的时候 我跟我爸去天南逛庙会 我爸给我买了一只兔爷 就是泥塑的那种兔子 我特喜欢,属典你知道吧? 哎呀,可是后来 我一不小心弄碎了兔爷的一只耳朵 我给伤心坏了 再后来我索性就把它摔得好碎好碎的 你这么做是不是太野蛮了点? 野蛮? 这个野蛮可扯不上边 我倒觉得小岳姑娘是追求完美 追求完美? 陆姐,你这话可真说到我心里去了 老杰,扣一辆蛙 什么? 到 带你这人赶紧把照片给我支起来 是 快点 到 到路上弄个厕所 帮他 到 赶紧把割刀支撑准备开发 别着 到 这棵大的,先给我锯了 快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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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糊塞 快点 快点 厉害 快点 狗杉 狗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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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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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放 放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洛杉 洛杉 马蹄了 那不是飘飘吗 飘飘 飘飘 康班长 你怎么来了 给我 谢谢 这么沉 什么好东西 飘飘 你怎么一个人进到山里边来了 给你带着吃的呗 飘飘 阿爸 你这孩子 你怎么也上山来了 谁让你来的 我让我来的 你来干什么 我给你们送饭吃 要不然你们非得饿死在这山上不可 叨叨姑娘 那还得谢谢你 不客气 对了 阿爸 村长还喊你下山去呢 说部队有一批粮食要运上来 让你和阿贾他们去经营一下 那可是件大事 那你先歇会 待会咱们一块下山 您 您一会儿自己下山去吧 那你呢 我就住在这山上了 你说什么 总得有个人帮你们烧饭吃 我 飘飘姑娘 我们催事班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多个帮手也总是好的嘛 这怎么有个小木屋 这怎么有个小木屋 那个 古屋老爷 现在 几点了 离吃饭时间还早着呢 阿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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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有个现成的房子 我呀就住这儿了 石排长 到 你说呢 这 这个胖 不好啊 那当然了 是吧 飘飘 你可真会开玩笑 谁跟你开玩笑了 我说的可都是真的 别啊 你看吧 这个 深山里面吧 一个女同志 那是很不方便的 是吧 再说了 这个任务也很紧 我又没让你为我负责任 是我自己愿意留在这身上了 跟谁都没有关系 你们就住你们的帐篷 我呢 就住我这个小木屋了 咱 两不相干 我说老爹 这个恐怕不好吧 这孩子 天生的野性子 老爹 你是我做 恋不相干 我们过来 走 通知葛伯机构吃饭 是 看这飘飘 给我们做什么好吃的 是 吃米 都没抢 都没抢 干什么 一个一个都跟产鬼似的 我们过来 走 机构队伍 是 来拿这 你好 来这边 等一下我伤点练 一顿 下午看前 向前看 5 1 2 3 3 4 3 4 4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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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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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给 去 里边找 走 你拿去 好吃 好吃 酸好肉 酒醒了 嗨 早醒了 那天就算得了什么呀 文物指导员 哼 有啥事啊 有事你就直说呗 你瞧瞧你这一天下 云里雾里的 你把我这个脑子不笨的人 都搞得糊里糊涂了 那是 我也和你一样不是 你说 嗯 这麻烦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这你惹出来的麻烦呢 我 怎么着 那是我呀 啊 你看你这双边倒喝的啊 惹来一屁股的事 那我他不也是莫名其妙就 稀里糊涂就空东一下就掉到陷阱里边 我不是中了吗 好好好 我现在不是追究你个人责任的时候 啊 眼下最迫切的问题呢 现在是拿他怎么办 啊 啊 古副指导员 就这样 不要着急嘛 这事还不好办啊 你把他碾下山不就结了 好 是不是 你这样啊 啊 你呢 去好好的跟他 啊 我啊 啊 行 我去说 哎 不行啊 怎么了 那我去和他说 哦 你就不怕我又给你捣出啥麻烦来 啊 不行不行不行 绝对他不行 哎 我现在最好是 回避 回避 这事啊 你自个儿去跟他说 最好 知道吧 嗯 对 我给他说 我告诉你 这件事情要是被连长知道了 他非拔了你的屁啊 古副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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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可惜老爹 你们这就走啊 哎老爹您这是 那我就先下山了 哎老爹 那我让吃吃饭 把饭都做好了 你老人家就留下来 不用了不用了 秦营长 还让我下山去招呼部队的粮食他 我先下去了 哦 好好好 对对 那我们家飘飘 快就交给你们了 哦 何夕老爹 是这样 阿爸 你就放心吧 你看有这么多人保护着我呢 我不会让狼雕走的 古副大员 你说是不 哦 哦 那 我就先走了 爸爸 哎 可惜老爹 老爹 老爹 你放心好了 这事啊 飘飘的突然上山 以及他决定要留在山上营地的固执举动 让古剑丘始料不及 但对于那位血液里同飘飘一样滚动着野性的持恒北说来 内心涌上了一片窃喜 给我 那你干什么呀 这个 还用你操心啊 嗯 委屈你了 我愿意 你还需要啥 你坑个声啊 嗯 哦 那个晚上睡觉这门可得关好了 知道吗 要是万一有啥情况你就大声喊 你一喊我就听着了 行 知道了 那 那你就早点歇着吧 我走了 哦 哦对了 我这儿啊 有一份简报 你抽课哦 学习学习 哎 啊 还有啥事啊 没事了 那你也先回去休息吧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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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野长 事后新付电话 朱总 到 把昨天那份文件给我 是 我是秦群 是 好 太好了 好 知道了 嗯 再见 老叶 晕梁车明天就到了 好啊 正瞅着吃了这顿没下顿 这下可好了 什么事这么高兴 老叶 该接受检查了啊 听见了吗 老叶 等一下 听 听话 快点 转过去 把衣服解开 陆医生 我看老叶这病 少说话你 你是医生还是小陆是医生啊 小陆 怎么不叫小裙子 别说话 深呼吸 这就叫一物降一物 这就叫一物降一物 好像没你什么事似的啊 我怎么了 别老想了他就是个老搭档 你得时时刻刻的想到他是个病人 深呼吸 老叶 给咱运量的车 我看还是派几个人去接一下吧 这通往远柜梁这二十里地 山高地险 人员稀少 我总有一些担心 行 这几天我也琢磨这事了 俗话说小心使得万年传嘛 小心点为好 你这个病可不见其色啊 没有 我觉得这几天感觉好多了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休息不好你这病好不了 别吓唬我啊 从今天开始 你每天必须午睡一个小时 老秦 高 你替我监督他 是 没跟你斗 任务完成不好 我就每天压着他上我房间去午睡 他要压着你到他房间去午睡 你有点正经的 老爷有点意思 高高轻松满山坡 马银花开千万多 海落江山水悠悠 你 我托你打听的人 打听怎么着了 我知道你打听的谁 有个女人我想你不会不知道 你说是谁 罗赛 罗赛 当初你为了得到他了 不是把爱着他的那个汉人收拾了吗 你 你 是你亲手把那个姓夏的汉人绑了 交给我的 我帮你除掉了一个情急 咱们正有谢我呢 我 我当时是 是想 想将你把他给吓跑 我 听着 我找的这个女人 就是罗赛 跟那个姓夏的汉人生的那个孩子 什么 那个孩子他 他还活着 是我问你还是你问我 告诉我那个孩子是谁的 他现在在哪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只有一个姑娘 我问的可不是漂亮的 我不知道 我 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枪 乖乖 小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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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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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不接 接 得找个合适的地方下手 是不是等他们过了家 不 就在大霞谷 打霞 记住 到时候动作要快 结了就走 是 千万不能让他们抬着尾巴 是 鸡船底 将军 小乖 臭鸡毛 你怎么回来了 连长 山上拉肚子的人太多了 我回来取点药 严重吗 没什么大问题 不会耽误发布不 不会 我办完事就走 那就好 好 你说我齐收 我们来一盘 看谁收 我告诉你 这个连里只有我能赢连长 是不是连长 跟我下 下吧下吧 来 早点休息啊 明天早上烧进去 是吧 是 下吧 来来来 那都要不能不能下去 谁怕谁呀 来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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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嗯 啊 不行不行不行 不能毁了 不能毁 这盘不算 这从下一盘 从下一盘 谁耍赖 谁耍赖了 我走了那么远山路 我刚才累了 我现在有劲了 这盘算 这盘算 这盘谁输了 敢不敢 谁输了也给谁洗衣服呢 敢不敢 敢 洗衣服 洗衣服是吧 你不耍赖 你早给我洗衣把劲了 嘿王二虎 你这么一点不尊重革命老同志啊你 老鼻子可以洗衣服洗衣服啊 行 别输了也给洗 武剑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武剑 做战了 做战了 不许毁击啊 一步都不许毁 我就怕你毁 来来来 还让你毁进来 一言为定啊 看我下来的屁股料 怎么就在这个时候吹号来 今天看完了 就早点休息 明天 明天有得收拾你 好 明天 我们一言为定 我等着你 一言为定 冤鬼梁隧道不早日打通 铁路就修不进来 我们绝不允许西南大铁路在我们手上 特别是在冤鬼梁这卡的脖子 别的就不用多说了 从明天开始 实行三班倒 昼夜不停的分两头往里打 各个单位都要层层立下军令状 三连长 爸 你们单位派去迎接运粮车的人回来了没有 还没有 林长 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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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怎么了 月梁车叫人给劫了 什么 这是司机我认识的 把他抬上来 队长 智越山都宿变了 没有发现土匪 老一营的两位军政首长同时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这帮躲在暗处的人跟他们吊上了 而且最终的目标很可能就是他们将要修通的铁路 什么样的毛毛肺竟敢如此大胆 报告司长 刚接到的边防口岸送来的敌情通报 怎么说 据口课情报 来自金山脚的一帮贩毒分子 已偷偷渗入到我先前因所在的金龙江地区 他们最近的活动 有突然频繁的迹象 而且同台湾方面的潜伏特务联系紧密 给我接一迎 建议 报告司长一迎接通了 一哼 一哼 严 毁 同志们 上席 运良郑未竭这件事 给咱们上了雪的一刻 敲响了一个警钟啊 咱绝不能光顾了修铁路 要记住 咱们是一支修铁路的军队 而不是修铁路的民工 必须睡觉时也要睁着一只眼 从今天起 必须一手抓工程施工 一手抓军事训练 另外 对营区四周 要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严格枪支弹药管理 外出必须三人以上同行 要对驻地周围的涉情 进行一番详细的调查 一旦发现可疑的人和可疑的事 要立即向盈利报告 老秦啊 立即通知池恒北 谷江秋他们小团队吧 对 不能光顾着发木头了 必须提高警惕 严防破坏 要做到枪不离人 人不离枪 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 我出去走走 好 给我借一脸 是你亲手画那个姓下的寒人棒了 交给我了 我帮你出掉了一个情节 你还没正经谢我呢 回去了 回去了 老秦啊 来来来来来 坐坐坐 坐坐 请坐请坐 好好 一人在家呢 是啊 他边呢 飘飘不在 没什么事 就是过来 跟您聊聊天 好 老天啊 最近有没有听说 发生了什么事啊 没有啊 我们的运辆车给人接了 我听说了 听说了 老天啊 你说 这会是谁干的呢 有这么大的胆 这 开会了 开会了 别说了 好大家静一下 同志们 我刚刚接到了营里的通知 我们的运辆车被截 而且 有同志牺牲 这可是一次雪的教训 谁那么大胆子啊 胆子也太大了 连我们的粮食都敢强 咱巧军粮啊 就咱们这金龙江靠边界的地方 那是具有它的特殊性 所以 我们绝对不能 刀枪入库 马放南山 李分长 你说两句 指导员的话 说得非常好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是 大理商 是 我只强调一点 从今天开始 老规矩 不管再苦 多累 咱们都得布双哨 一个明哨 一个暗哨 一班哨梁雅实 各班长亲自领哨 要求两点 一 上哨期间 不允许擅自离开哨位 第二 上哨期间 不允许打喝水 要做到枪不离人 人不离枪 听明白了吗 明白 så eh capable 咱 咱 签 赚 咱 范 口 photograph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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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我 怎么转面条似的 拿 把枪搁 你点刺蛇 把枪都给我封出去 上好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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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我 把枪搁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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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小月此刻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她不能不对那个悄然消失了的小哑巴 产生出许多回忆 你是谁啊 那是我阿姑的枪 你说什么 我当时也没有往别处多想 夏小月啊夏小月 你说你是一个革命军人 你那革命警笛行李跑哪去了 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就不能上营里报告呢你 我还以为 你以为 你以为什么呀你 或许是小孩子出于好奇心啊 事实上直到现在也不能肯定嘛 那照你的意思怎么着 还得给你个家奖啊 你这是什么话呀 阴阳怪气的 谁要你的家奖啊 她是哪个寨子的 她家住在哪儿 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嘛 种种迹象表明 你怎么就一点不动动脑子的呢你呢 我当时是问过她 可是她什么也没有说呀 她是个哑巴 她是个孩子 是 我们是救了她 跟她醒来以后 她一句话她都不吭 一句话不吭 她就走了 你不觉得这事情可疑吗 我哪知道啊 她来这又没有歌这次 你给我站住 你给我回来